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也謝謝三個講者 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從十六年前到現在 有個全國官房工人連線 還有裏面非常多的自求會 非常多的工人朋友們 還有一些聲援者 他們為了自己的勞動權益 也為了全台灣的所有勞動權益 勞動法規的修正 跟司法、跟政府來抗爭 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事實上時間劃度非常長 長達十六年 從十六年前抗爭 一路到現在又被追討 引發了很多爭議 其實實際上是侵害了 或應該說政府沒有保障到人民 保障到老公的權益 十六年前 這兩位大哥大姐都有在場 所以等一下會請他們講一下 十六年前勞益直到現在 那過程中他們經歷了什麼 他們怎麼樣抗爭 然後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還有那位是中俗秦同學 他也是在TIWA 就是在國際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對 也協助了非常多的工會運動 或者是勞動權益的爭取 那他也會來介紹一下 整件事情的大概的脈絡 那因為大家只為大家要先走 所以我們可能先請他 就是講一下十六年前 他們是怎麼樣 怎麼樣遭遇這些事情 然後怎麼樣抗爭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只有三個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聯合齊媒 齊媒是東銘資金會的會長 那我們這是老的老爺 那我們兩個是當年十六年前的抗爭 他是工人的代表 那我算是一個組織者 不是說搞公益的 因為當年我是台北縣財總統維的理事長 所以呢 等於算是欺負他 那年輕的呢 現在他是組織者 所以如果算老了我們兩個是同感見 那如果說說以工作的來分類型的話 在這一場抗爭的過程當中 雖然是一個不是當事者 但是參與在其中的 那我們兩個都一樣 只是一個是十六年前的 一個是十六年前的 所以這個歷史大概是蠻有心 可以對照一下也蠻好的 那因為很抱歉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剛剛因為警官的會議在 綜合會議在進行 所以打電話過來追到我說 那我先是想說 書請準備了一些 那個 那個歷史的脈絡 大家有印象也會比較好談 那但是因為我急著走 所以知道 可能要刺激到過了一下 先把當年的一些東西先提一下 那至於實際的部分呢 可以由那個會長的經理這邊來補充 那運動方面呢 書請可以在整理過程當中 也可以慢慢的去回溯到當年的一些想像 那我們接下來先談到 在台灣的公運上面的 或是說我們講運動有些時候 倒蠻有趣的 一個歷史事件 十六年前發生了以後 其實都已經辦過來了 但是十六年後 會被關出來 那這些當年的這些 現在都已經白頭了 我還是說難公平 結果還得重新上街頭 然後把當年的仗 重新再打一次 那事實上在整個運動史上面 確實是很安革 而且很少這樣看到 那也就是說當年 就是說有這種所謂的 官場的情況 但是現在沒有了嗎 其實都不斷子在發生 那為什麼當年 會打到這樣一個情形 然後十六年後 現在又回過的環境 當年的事件 現在變成是一個主軸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當下 比如說在去年當中 有融電 大家也知道有家公司 叫融電公司 其實它是專門在英電上 就是我們台電的那個外貌公司的 那也有華龍的 華龍可能 可能在座有一些比較 老爺爺 大概也有聽過 以前那個 這個翁大明 這個什麼王子杜舟 記得也是刺炸風吟 在股市裡面 翻等 就是說蠻有名的一個 一家公司 那 這個官場幾乎 等於是一直在 台灣的歷史裡面 隨時不見斷過 就是每年幾乎都有 而且也不斷的上演 那同樣的 就是說當年 會拉到一個層次 而且變成說現在是 政府在告勞工 這個歷史的轉折其實有趣 一般大家都知道說 老闆官的長 都缺六天的錢 那就是我們過去講的 所謂的就職的之前會有退休金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老闆跟員工的這個債券財務關係 那怎麼會搞到 變成今天是政府在找這些勞工 欸 你們是當年的這些幾條還給我 這就有趣的東西 是因為官場的這些勞工 在舊室裡面的 我們因為從勞機碗增下來 你說那我在一家公司裡面服務 那我服務的滿25年 或做服務的 退休的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們去老娘都要退營吧 退休了我們就有一個退休金可以用 那退休金其實是 正常的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 有些人是會搞混的 就是說退休金是 勞機碗的退休金 那另外勞保的 或是公保的是老退金 最近去年也找人的休息 是所謂的年金的 這個制度上面的一個翻修 那年金的這一塊的 有的是公保的 有的是勞保 那這個是勞保來的 跟老闆要給的 用勞機碗給的這個退休金 製度上跟法延是不一樣的 那條件也不一樣 但這個中究是老闆要給的東西 為什麼會變成 那這一筆錢 那沒有了很多 像華榮的他們 其實發購沒有拿到了 那也是好認的嘛 那榮業現在還在抗爭 那當然 那因為他這個 武東是公家其中學 所以他們好像是 比較名正言順的是 找政府主要 但是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 這個都跟所謂的政府 在告這些現在官場 民生這些老公 成不上關係 那當年這些官場的事件 因為它形成滾雪球一樣的 在持其筆弱的情況 那這個歷史的部分 跟整個 就是說 台灣運氣經濟發展的 這個狀況 我想帶來處理待會兒 可以用那個 歷史事件跟官方多元的部分 來介紹得比較清楚 那我主題比較簡單講說 當年的這個抗爭呢 事實上是原本因為勞資症 勞工跟資方 本來是直接對應的 那多了一個官方 在整個 我們通常在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受付於 公司或資方資本家的時候 那通常老闆是有管理錢 換來的 對不對 他錢力比較大 那勞工錢力受到損害 或是沒辦法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辦 那我們當然是找官方嘛 那形成了這種三角關係 今天我錢力不保的時候 或是說受到欺負的時候 那我就向官方投訴 那請官方出來 壓制這個老闆 所以呢 當年對老闆的不負責任 或落寶 或說 這個惡性倒閉 所以變成 那 沒他的辦法 確實 包括現在 我們看到像榮鏡這些也一樣 老闆只要雙手一張 我就 反正 我就賣 對 我就沒錢 然後譬如拍拍講實在臉 他還 欸 拽得很 像 郭大銘對不對 還有寶標 還有那個 對對對 那過去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什麼 國產實業的之類的 就是商家的那個 事實上就是說 很多老闆 他還是很有錢啊 但是 之前會的時候呢 公司倒了 沒錢啊 那這種情況 所以變成 這一種抗爭的過程 變成逼到 政府不得不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那財務行程 當年 找一個解決的方法說 要不然這樣 這樣弄一個所謂的 官場失業勞工的貸款辦法 就是創業貸款辦法 然後安子他們說 啊你們趕快有個錢 走人吧 所以當年 我們這些人就是說 那 你用這個貸款來 來要求 就是給我們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先說 先問清楚啊 你今天貸款給我們 是要幫老闆出這一筆 那個 退休金還是植檢費 那 當時 很多的這個 老闆會的觀念就 啊 對啦 這個就是要追得很辣 那 我們當然也確信了 因為 臺北仗打到這種情況的 合中職狀 那也打了火車 然後也在 然後會結實 然後 沒事就大 就主大播放嘛 然後在 臺北火車站也睡過 這當年的計馬 在現在呢 十六年後 一一在重新障眼 對對對 一一重新障眼 真的 那只是說 實不為義 這個老了喔 欸 就是旗山大老名 真的 搞得非常累喔 那 那 當年的結實 是二十八小時 這幾個 現在是結實 是要將近兩百個小時 拍手是十五小時 已經扣到整個腰 昆頭正向了 所以 這個過程就是說 那個時候 大概就是說 一般有參加抗爭的老闆 其實非常清楚 那 甚至於 我們也敢斷言 就是說 政府確實是敢招我們要 因為當年 華蘭運行有在 一年後 當時的貸款犯法下來的時候 就是說 好 那給你們呢 第一年 免期 然後也不用還 第二年開始呢 按照那個 本金加利息 分六時期還 那 他一年不用開始要的時候 那我們就跑到華蘭洋去了 那老闆錢喔 我一直給你 我們到華蘭洋 就把那個 寫了一張大的海報 那我們的債錢啊 你那時候做事 對不對 天啊 一直讓你去要 馬上鐵門一關 從此呢 十多年 從來不要了 十幾年 哪有錢啊 有一個人說 我貸款了你 那你跟我貸款呢 消費貸款 講得那麼明白白的 然後 他去純真信仰安庫 一些人拉著去 然後不曉得一拉 那鐵門一關 從此十幾年 五十五歲 那現在 現在不會 對對對 現在不會這麼多來 再告你們 然後現在是老委會再告 欸 華蘭銀行不敢告 他現在變成是職訊局 那職訊局一樣啊 他委託華蘭銀行去找歷史來告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說 一團亂一樣的 那也正是這樣 所以我們 就是說 這些勞工呢 十六年後雖然說年紀大了 但是火氣不減啦 就是說 他在那裡 到外面怎麼會消嘛 十六年前 十五六年前 老闆借我這一筆錢 我們當年是這樣 是 就當時其實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那中夷 好 政府也一起解決問題 然後也說 不 您快來辦辦 我們真的當時 是 然後委會的 那個當然不是主委啦 就是 承辦的這個 然後是關係處的處長 拜託我們 您快來辦 您快辦 我今天反正就是會遲 因為我們還不辦啊 還拜託我們去辦 然後 OK 這一件事情 十六年後呢 現在大家 一團亂 各說各話 他說借款 我們說怎麼會是借款的 拜託我們去拿錢 我會的舊換 連對保也不需要 怎麼可能是那個 但是簽的那個也就是 所謂的貸款嘛 所以會亂到就是說 各說各話的情況 那我想就是說 當然我們也希望 這個事實的過程 讓我們更為清楚 就是說 當年是這樣的演變 然後轉下來 那我想這個過程 當然是其中很多 那我站在比較一個 運動者的角度來看 跟工程 稍微是有點 當然我也是工程啦 那只是說因為 參與的勞工的事務 然後也作為一個 比較公益的運動者 這樣子的角色的時候 那我會比較去看說 我們怎麼樣的 在當年上 這一些勞工呢 原本 大家都知道 這家沒有餘 還要找餘的就找餘了 能夠凝聚的 力量起來 然後呢 去向這個官方呢 要求說你要協助我們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當時一位 結合了很多的 其他的 就是說場 也都同樣在那個時期 發生官場的情況之下 那正好呢 也因為 有一些聯繫上的方便 所以呢 竄成了一股力量 那才壓迫到政府 這樣的一個措施出來 那現在呢 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回到 當年的情境去想的時候 在一如所有的情況之下 能夠藉由工人 這樣用身體去拼去看 那創造了一個說 正很厭惡面對問題來進行 那我覺得 這個是這一件事情 在當年的成功 也就是說 我們人民 或是底層的人 不要去相信就是說 你今天 什麼事情 有好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有好 然後大家都 有一點 請問一下 那我覺得說 同樣的 守護了16年 那今天再回來看 我們仍然堅持這類 我就是逗你 逗到你 沒有 你的來自我就是 自己這樣 我絕對不相信說 今天 你有多硬 對不對 你在硬的時候 一定超得過 那這是我們的信念 那我想就是說 他們辛苦了一點 那我們是至少麻煩的 沒辦法 要來尋找 所以 剛才說到這裡 那 請各位諒解一下 然後 我先抱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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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聖大哥 等一下還有會議要開 所以他可能要先離開 剛剛也聽到 就是聖大哥 講一下 就是當年16年前的 那個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 麻煩你們兩位 好 那如果先走了 謝謝聖大哥 謝謝 謝謝 我們等一下就請 就是16年後的組織者 就是莊助琴 大家好 是莊助琴 那 就是我現在 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員工 然後 我同時其實 我現在也在念書 所以我也是學生 然後 我是 等於說 從本來的聲援者 變成 所謂的組織者 就是 因為在協會工作 然後其實我們協會 其實大家可能常在 電視上看到吳永毅 就是他常代表權官在 電視上發言 然後他其實也是 16年前 帶領官場工人 的組織者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其實16年前就是 官場工人 不是只有一個廠 他其實是非常就是 非常多個被 老闆惡性倒閉的工廠 說圖成了一個連線 然後 其實我今天有看到幾個 就是 我們在絕食的時候有來 然後我會前面的人 然後他後面的 優秀人 高中生的小弟子 然後還 就是 朋友們還幫忙 還要幫我們摺 摺邊跑 對 好 那我現在我會先 就是講一下 整個歷史脈絡 還有這個事件 因為剛剛子文大哥 就是 稍微講了一下 可是可能有一些細部的部分 大家還 不太明瞭 然後我會稍微詳細的講 那其實全國官場工人連線 目前的話 是有這幾個自救會 包括 東陵 東陵 電子 然後連服 連服是佔全關聯裡面 人數最多的 有三四百人 然後還有服昌 太中 耀元 行李等等 目前是有這幾個場的自救會 都組成的 那其實從 就是那個時候 明目霸的幾年 就是 惡性官場的風潮變在 所以說 那時候有非常多的工廠倒閉 然後所以大家 各工廠 其實本來都有自己的組織者 可是大家覺得說應該 因為其實它 事件的性質 非常的相似 所以大家就組成了一個連線 然後有發生一些 激烈抗爭 那這個後面等一下 我會給大家看一些歷史的資料 那那個時候就 全關聯就是要求 監督退收金失職的 勞委會代位酬場 那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麼堅持 就那個時候怎麼堅持說 我們要找政府拿錢 而不是找我老闆拿錢 就其實這個背後有哪個原因 那那個時候 民國87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 就是有一個 勞委會退出的一個叫做 官場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兩個貸款兩個字 就是造成我們現在一直 不停抗爭的原因 因為老闆會認為說 他當初給我們那筆錢 叫做貸款 而不是我們的 退售金跟資欠費 所以他覺得 貸款這個東西 它是由於是起源 那你既然簽了 你就必須要還我錢 那現在這個 非常大的癥結點 就是在這個上面 我先來查一下 那六個工廠是什麼 三葉點 講一下 東頂的話是電子 臉浮的話是板支 浮昌的話叫浮昌 浮昌和泰宗都是做工業的 然後耀元的話也是電子 對不對 電子 然後心力也是 它也是叫心力工 指 指業 爪 爪 那我們為什麼那麼堅持 要證明代償 就是我們勞退就職 其實有規定 就是現在大家已經 試用的行程了 那其實勞退就職 其實規定說 資方應該要按月提撥 勞工薪資的2%到5% 作為勞工退休金跟資欠費的準備 意思是說你每個月 你的老闆應該要提撥 2%到5的錢 到一個賬戶裡面 然後就是每個月都要按月提撥 那如果這個老闆 這家公司到時候 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倒了 或是老闆跑了 的話 那員工可以從這個賬戶裡面 拿他們的退休金跟資欠費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每一家工廠的老闆 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們並沒有把錢 撥到賬戶裡面 然後員工也傻傻的 不知道 那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老闆 沒有撥這一筆 應該要撥的錢 那為什麼 老闆應該要撥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其實老闆會底下 還有設置了7個勞動檢查所 那這個勞動檢查所 就是官方的機構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他有指責 他拿我們繳稅金嘛 那他應該要去執行這個檢查的工作 但是他並沒有檢查 所以大家 官方 勞工 都不知道 原來 我們該拿的錢 都沒有被提撥到賬戶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 老闆一跑 所有人都拿不到錢 就變成這個窘境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要求政府說 你有監督失職 就是你應該要監督老闆 提撥錢到賬戶裡面 但是你沒有 做到這個監督的工作 所以你現在 你那時候 有所謂行政熟失 所以你現在必須負行政責任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麼堅持說 政府應該要負責任 當然老闆也要負責任 可是老闆跑了 那你找不到人 那政府你居然 你既然有失職的話 那你應該不及這個責任 好 下一次 上 可以跳一下 那這個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 16年前 大家抗爭的時候的一些 簡報 那大家可以 大家知道我們2月5號 有握軌 今年2月5號 我們在台北市場握軌 那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這其實已經是第二次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16年前 閻夫 在巴德那邊的鐵路上 他們已經握過一次軌 然後 他們那一次握軌之後 不只是他們 還有許多其他工廠 包括有絕食的 包括有去南跑生的等等 那之後 因為那時候的抗議非常的多 那時候老公主委 其實就受不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必須可能 工程度上要不及下任 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 許介歸 他就開出了一個支票 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謂 看到那個支票說 好 那就是你們另外一個差 我現在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想叫老公閉嘴 所以他在推出了那個 所謂貸款 關卡 不不不不貸款 那個很長 名字很長的東西 下一張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時候許介歸說 要用政府的基金電廠 資錢被用對修行 就是達到我們想要的 就是我們要大貸修行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有 政府單位的人 有跟許介歸講說 你用這個貸款的名義 你拿這一筆錢 你現在給你的勞工 那16年 16年後 那個 法律跟注的情況到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大家都 其實不是只有勞工而已 勞工那時候 並不是沒有意識到說 貸款這個東西很奇怪 明明是我的推銷金資錢費 為什麼你要用貸款的名義 撥給我 大家其實也覺得很奇怪 不是只有勞工覺得奇怪 其實官方的人也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用貸款的名義 所以官方其實也有人去質疑 徐介歸說 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 那徐介歸 那時候還信誓淡淡的說 他自己是 他自己是 任職於金融機構的 他非常了解這個運作方式 覺得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用貸款要去做 讓勞工你的這些 名義上是貸款的錢 我以後絕對不會要 所以大家都放心領 但那時候還做出了這樣的承諾 就是這位徐介歸他自己講的話 所以勞工就傻傻的 帶著自己的硬件 去簽名去蓋章 甚至帶著自己家人的硬件 家人也沒有來 就直接章拿蓋了 簽名了就走了 好 那這張是藥圓 其中一個場藥圓 他在大學聯考那一天 貪幻交通 就是打大學聯考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在 所謂徐介歸推出來 那個 官廠協業的貸款之後的事 可是 雖然他推出了那個協業貸款 但是其實官廠的事情也是 一直不停的在發生 就是他 他推出貸款的隔年 還是除了藥圓之外 還是有非常多人在看呢 所以那時候藥圓其實也有領到這個 所謂叫做協業貸款的東西 那16年後 就是 我們封印章竟然度過16年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從去年6月開始 我們非常密集的抗爭 到現在其實已經快屆滿一年了 那這次中的抗爭大概有兩三百場 就是大大小小的抗爭 那 就是 去年6月開始嘛 就是開始收到 法院開始有寄出所謂的支付命令 然後要求 就是突然 那16年來都沒有所吃 可是16年後 快快就跟工人講說 欸 你這個是貸款嗎 然後這個7月的法律 對付已經拋到了 所以你現在應該要還款 然後不只是還款 還要繳交罰款 就是你預期還款的罰款 你這16年來 你都沒有跟我討 然後你現在拖到16年後 跟我說 欸你不只要還本金 還有歷史跟罰款 所以說 我們這些工人 就是本來已經 四散各處了 就是16年前 大家領到 所謂他們自己的退休金 跟資錢費之後 其實有些工人 就已經 搬家了搬家 去找其他工作 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去搬去跟兒子女兒住 等等都有 就是這些工人領到錢之後 其實已經散掉了 可是16年後 大家突然一起 發現怎麼會有一張法律公文寄到家裡 然後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狂恐 因為他們那時候退休其實 他們16年前 大部分都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那你們想他們現在幾歲 東林的還算比較年輕一點 六十幾歲 可是像臉服的 很多已經七八十歲 你七八十歲的人 你突然接到一個法律公文 你會怎麼想 就是想說我到底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或什麼法院要寄東西給我 然後一般人也沒有去上 上過法院的經驗 所以那時候工人非常狂恐 然後馬上就是 有些以前在資救會裡面 比較核心的人 他們就去聯絡以前 就是所謂幫助他們抗亂組織的 他們剛剛的林子文 或是我們TYR吳永毅等等 然後開始大家就組織起來 聯絡以前的老朋友 老戰友 以前的同事 一起來組織起來說 那個黑命的手上法律公文等等 所以我們十六年後 就是再度集結起來 那我們就來看這件事情說 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政府當初說 信誓在那一段我們說 我們這個貸款只是一個形式 最主要是要給你們 退休命支錢費 他信誓在那一段說 那他十六年後為什麼還都很好 那 下一張 我們剛剛前面講說 我們為什麼覺得不是貸款 雖然他的那張白紫黑字 他的確寫說貸款 他用了貸款兩個字 工人也在這張上面印有貸款的紙上簽 簽名也蓋上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不是貸款 第一個是我們覺得這個是 當時老文會為了解決自己監督不周的這個責任 他永逆不要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他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認為這是他所發放的津貼 只是他用貸款的形式 那時候我們當然也有說 你為什麼要用貸款的形式 你為什麼不要直接用津貼的形式 那他那時候給的理由是 因為沒有法律依據 沒有一個法律依據說 我可以用緊貼發這個錢給工人 所以我必須用貸款的形式 他是依據就業服務等法的某一條 他從寬解釋說 我可以用貸款的形式發 所以他那時候就這樣發 但是我們認定這個應該是 我們退休金資前費 而不是貸款 那還有第二個疑點是說 如果這是貸款 如果大家有去銀行借錢過就知道 我一次一定是借一個總數 我一定是借10萬20萬15萬等等 你不會借一個什麼 11萬2929塊嗎 有人會這樣借嗎 你要這樣借銀行也不會借你嗎 可是這一些工人所領到的錢 都是他們退休金加資前費的總合 就是有些人會領到 比如說23萬9624塊 或是35萬2222塊 他們的錢都是這種數字 而且加起來的錢 就是他們退休金加資前費 比如說你今天退休金資前費 加起來是35萬3333塊好了 你跟老闆會 你跟華人銀行說 我可可以借50萬 他也不讓你借 他就是要給你這個錢 那其實很明顯的 這筆錢就是退休金資前費 並不是所謂的貸款 因為一般貸款的話 他絕對不會給你那種數字 然後第三個 我們也非常有疑慮的地方就是 他那個時候並沒有進行對保的動作 就是如果有去銀行借過錢的就知道了 就是銀行不會無人無故借你錢 你必須要有保人 而且這個保人一定要比你有信用 比你有錢 就是你不能說我今天去銀行借錢 然後我找了一個 比我還更窮的當過保人 但我以後跑了之後 那個比我更窮的也沒有辦法還錢 所以那個保人一定是 他的資產 他所握有的資產一定是比很多 可是那個時候銀行並沒有 因為老闆會偉多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並沒有進行對保的動作 他也沒有檢查保人的資歷 所以很多人 他的保人是誰 他的兒子女兒 他的爸爸媽媽 七八十歲的爸爸媽媽 早就已經沒有在工作退休很久了 有些還不識字 他就說 他的那時候就說 反正你就隨便抓人 所以那時候有些不識字的人 他就隨便簽 然後張就隨便蓋 然後銀行就把錢發出去了 就是大家一定也覺得不合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講說 那銀行那時候你隨便發錢 你是不是有一個背信的責任 所謂背信的責任就是 你沒有執行這個對保的動作 那所以你沒有去檢查你的保人的資歷 所以你現在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那我們就去法院的時候 我們就跟法官講 然後我們也去問華南銀行的人 就華南銀行的人完全不敢說謊 當初的承辦人員他也完全不敢出來承認說 他當初承辦了這些貸款 好 下一張 然後再來是我們還要請教一點是 我們覺得這個不是民視契約 雖然說那張東西叫貸款 那我們在法院的時候 老委會的人 老委會派出來的律師也不斷的堅持說 這個是民視上所謂的一般消費借貸契約 但是我們不認為這是一般消費借貸契約 而且其實我們有 我們現在有一個義務律師團 我非常感謝我們的義務律師團 就是他們沒有跟我們相伴的同學 而且他們就是一群非常年輕又非常有熱誠的律師 他們有幫我們就是 研讀了很多法律資料 然後也去 也辦了法律相關的研討會還有公聽會 然後他們研讀 就是以他們實務上的經驗第一條 他說就是這些義務律師 其實以他們實務上的經驗來講 他們說雖然說這張東西上面寫的是貸款 但是不能因為他白紙黑字寫的是貸款 你就直接認定他是貸款 你應該以他的實質內容 來認定說他是不是貸款 所以雖然說現在老委會的律師 堅持說這是一般的消費借貸契約 但是事實上法官應該去看他的內容 我們看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民事上的企業 然後再來的話第二個我們質疑的點是 如果政府覺得他是借我們錢 那他這個法律依據何在 大家覺得說政府可以隨便借人家錢嗎 他不是開銀行的 他為什麼可以隨便借人家錢 而且如果而且就算政府可以借人家錢 為什麼只有這一批官場失業的勞工可以借錢 那我也要去抗議啊 為什麼我不能借錢 為什麼只有這一批官場失業的勞工可以借錢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有疑慮的地方 就是這個很明顯就是他當時為了解決這個事情 所拨出來的款項 所借出來的 所拿出來的這一批錢 所以他其實不是一個代表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我們第三個追憶點是 他們說這個貸款是 這個契約應該是我們跟華南銀行簽的 所以我們自己要去 就是我們要把錢交回給我們 就是每個月要付錢給華南銀行 而事實上這個應該是 我們跟老委會之間的契約 是我們跟政府單位 不是我們跟一個民間的銀行 所以我們非常堅持的是 這應該是一個公法契約 並不是一個民視契約 我們也找了很多法律系相關的教授 來幫我們講 來跟我們研討這個東西 他們也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我們工人跟官方所簽訂的契約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公法契約 不能夠把它當作是一個平常人與人時間借貸關係的 一般消費接待器的來卡 下一張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短短的影片 十分鐘的影片 伊電視的一個專題報道 然後我再來講一下我們接下來的一些事情 並且羅加納長色衣官場進行勞工的錢費 老海會當年一代管理一代廠 確定卻向勞工公告追款 引發了勞工團體的固埋 昨天老會終於提出了初衛契決方案 只是這份耗時了大半年 歷經了四次拔貸抗議才出入的方案 竟然是將官場工人區分為三種等級 是情況來殲滅場還的鼓勵 老公公批他們要的不是施捨 而這些本來就應該是他們的錢 為什麼還要他們還 上百名勞工昨天晚上 在台北車架用最激烈的方式 握軌來進行抗爭 他們機動呼喊不如死了算了 現場情形混亂 一路警察最後逮捕了八名抗爭者 這一場抗爭一定是為現場盡 衝突不至於公民狀ству 總res的答案 有寫的難民奉 憲謙 graduating 男子女不要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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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小心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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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狡猜抓進了 他現在抓進了我們 怎麼叫我們先回庭 我們教徒的王子小心 如果大家先咬嘴巴 大巴回來的話 我們就好好的 再約會上庆祖 大姐拜一下 我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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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廁 你一手動 一手動就彈 每次要彈什麼嗎 沒有 每次彈一個一個做 什麼都沒有 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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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年的官場 都會昨天晚上用肉身主導 火車以信命來表達訴求 固然零人同情 但是因為火車被擋 他受影響的立刻卻也覺得自己很無辜 很多人被騎在車站回不了家興趣激動 昨天晚上總共有40班車10600人立刻受到的影響 最長的被影響大約是40分鐘 所以按照台北的規定 他們同樣也沒有辦法拿到台北的任何武場 但是台北人說他們會對官場公園保留法律人訴求 總共檢查在上面沒有人去幾下嗎 老公在下面抗爭 對啊他公圈立正啊 我知道他們也有有有期要宣洩 然後一直也有要抗爭他們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也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因為他這樣等於是影響到很多通勤的人 旅客就不想落伍保留 連連以為老人的後遇到一群才會交通 並且有明顯違反公共危險的地方 我們也一起進入警察區域會依發他們 台北動用鐵紙警察 一四四萬代步八人 是抵抗你的勞工 台北車站還會覆蓄平衡行 總共分享四十班次 連無一萬六百零刻 最長待會時間約四十分鐘 呼呼和五常條件 台北的計劃當然應該要做好 發生類似這樣的時間 有不必要的一個影響計劃的工作 趕快做出戰 然後不要讓御會 因為無法的計劃造成他的一個影響 因為這場抗爭大幣的核影 曾受到影響 台北強調的保留 已經是學院的勞工哲學 來的好 我們已經一直在等十六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們已經忍無法了 我們討論這個無人的政府 我們要貪犯過鬼 貪犯交通 來讓這個社會知道這個政府 抓到無人 政府和勞工追討十六年前的債務 負責老公無奈 又一起棄手段抗爭 也要旅客權益 因此受損 在世界爆發的原點 這裏不面對 並得上穩年級的阿公阿嬤 在台北車站移用車 煮搭火車 負貝燙車 走到這裏田地 該對檢討的 不該是弱勢老公 一起跳不得 誰都希望 好 呃 不知道大家剛剛 李彥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 那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下去過鬼 然後樂台上 就是對向樂台其實有飛車 我們站住了一個樂台 對向樂台其實就是有車要過來 然後我們在那車要過來的時候跳下去 那 所以說對向樂 對向樂台上其實有非常多 那天要回家的旅客 那我們擋住了那班列車之後 其實非常多的旅客 他們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們要回家 但是我們擋住了他們沒有叫到離家 所以剛剛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人在喊拖走 然後其實 他們不只喊拖走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下面的時候 我們也嘗試跟他們交通說 呃 我們其實 就是也是不得理的 因為我們在這次過鬼行動之前 我們已經經歷了兩三百場 大大小小的抗議跟記者會 政府完全不理我們 所以我們才會用這種熟燈 我們是不要跟群眾交通 但是群眾其實非常的 就是像大家剛才講的拖走 還有人說火車開過去連死 之類的 就是都有人講 那大家會可能社會大眾會覺得說 我們這是一個非常自私的行為 就是我們為了自己的錢 然後下去 然後當募別人的車 那其實我們要說的是 其實這並不是 只是我們這群官場勞工的事情 這其實關係到全台灣所有勞工 因為就是有這種制度上的不合理 不只是我們這個官場的事件 包括現在勞基法的問題 還有退休金之前在勞退的問題等等 這其實是全台灣勞工的問題 不僅僅是我的問題 但是當社會大眾在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說 我這些所謂搞社運的好像都很激進 很不理性 然後好像都是為了我自己覺得很崇高很理想的東西 然後去打擾到別人 可是我們想要說的是 這其實是跟大家都有關係的事情 那在這場所謂弱鬼行動之前 其實我們要進行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抗議 像是因為去年開始我們收到支付命令 所以就是大家暑假的時候 就有很多 我們再把我們以前的同事跟員工一些工人找回來 組織這些自救回 然後我在8月8號的時候 我們有一場抗爭 其實8月8號到8月10號 8月8號到8月10號連續五天的抗爭 大家可以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任何這個天橋 行政院前面那個 對行政院前面那個天橋 就是大家可能看過大地有的不能沒有你 那個爸爸就是在這個天橋上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衝到那個天橋上面 然後就是試圖表達我們的抗議 就是我們也 我們就是要學那個不能沒有你那樣子 我們就是要吊在上面 讓政府看到我們就在這 就在行政院的對面 然後那時候警察也是出動了大批的警力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 其實被警察整個封鎖起來 下一場 然後還有8月10號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月台上靜坐 其實我們那天放的 放話是說我們要握邊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其實老闆會有釋出一點善意 你說試圖想跟我們談 所以我們那天就在月台上靜坐結束 然後之後就是看好的會要跟我們看書 那當然之後他其實是根本沒有跟我們要談 不言了識 對不言了識 下一場 然後再來的話9月10號 9月應該在場有些媽媽應該就是 那時候要普渡嗎 要傳很多拜拜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其實是帶凱達哥來大道上 就是我們官場工人也要普渡 所以我們買了非常多的貢品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馬英九這個地方 買了非常多的貢品跟銀座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要帶凱達哥來大道前面普渡 就在總統府面前普渡給馬英九看 所以我們官場工人正在進行這件事情 然後要求馬英九出來回應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得到回應 我們上次有一句表語叫做 繳稅部上面還有說你 就是我們繳稅給你們這些 這些公務人員做事 但是你們完全不理我們 那我們乾脆把這些錢找給好兄弟 下一場 然後再來的話 大家可能比較有的印象是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模型 我們叫做六步一跪 就是走六步然後下來跪 呃磕頭一次 走六步磕頭一次 我們自己用步一跪的方式 完成了這個優行 那我們這個 我們跪的對象 例如是政府 我們不是說 政府拜託你我們這樣很可憐 拜託你一定要跟我們道歉 我們跪 我們跪的是我們 用這種很悲哀 極盡卑微的行動 我們其實要表達的是 就這其實是 這個社會整體上對於勞工的壓迫 勞工其實處於一個非常邊緣 非常悲哀的位置 我們試圖用這種行動 讓大家 比較清楚的能夠看到 並且感同身受 我們所面臨的處境 然後下一張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因為那時候 會就是有請法院 就是有發錢給法院告我 那那些錢 其實也是各位納稅的錢 他們拿你的納稅的錢來告我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要求他們刪除預算 下一張 然後再來的話是 二十二十九 去年二十二十九 就是馬英九在那個公務人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在台大後面那邊 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去那邊開會 那因為我們在總統府面前 搞一個行動 他不理我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直接去讀他 就在就是我們知道 他早上覺得你要開會 那我們那天就是 觀察工人 一兩百個人 就直接到那個中心前面 打算要讀馬英九 結果沒想到大家可以看到 警察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那些警察是怎麼 把那個中心包起來 完全不讓觀察工人接近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只有撤退到旁邊工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前面有主拐杖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工人 就是因為現在非常老 所以他們出來都要主拐杖 然後很多是腳不方便 行動不方便 他們走回幾步路 就必須要停下來休息 然後還有就是跟這些 因為這些工人 其實不像大家平常看到的 那種輕重的勞工 每個都是阿公阿嬤 所以我們每次出去抗議 都要解決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想不到 就是我們最大一個問題 叫做上廁所 就是阿公阿嬤每隔一個小時 就必須帶他們去上廁所一次 所以我們每次在想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去哪裡抗爭 然後我們都必須事前想到說 欸那附近有什麼點可以上廁所 就其實阿公阿 所謂老公人抗爭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那些 那些輕重的勞工人抗爭 其實是會不一樣 裡面有很多很瑣碎的事情 就必須要去領域 然後下一張 因為我們那天沒有補到滿久 所以我們隔天就跑到總統班 以前去靜坐 那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大批的警力 那時候是直接把我們每個人抬走 直接抬到警備車上 然後把警備車抬走 然後丟到我們福紀念館那邊 然後就把我們丟好了 就是我們跑到他的觀點前 靜坐他 我們那天只是和平的靜坐 但是他還是一樣 就是親近率把我們驅散 就是也是不理會我們的訴求 好 下一張 所以2月5號就是我們握鬼那天 其實我們握鬼前 其實我們握鬼這個行動 是那天下午才決定說好 我們現在去握鬼 雖然我們之前就有這個構想 但是我們在找那個最好的時機 那為什麼是那一天呢 其實我們那天早上跟下午 我們在勞委會 就在勞委會的正下方 我們辦了一個我們的大退 會員大會 是所有官場工人 三四百個人 全部都到勞委會樓下 穿著我們的悲怨恨感 然後我們要求勞委會下來 跟我們對話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工人都在樓下 你當初說是貸款 你怎麼說 我們當面對職 你現在下來跟我們談 我們做了一個下午 老有會連半個人都沒有 我們就在他樓下 他完全連走下來都不一樣 完全不跟我們談 所以我們那一天 結束了這個大會之後 我們所有人 步行到台北車站 下一張 所以就我剛剛大家看到的 所謂這個握鬼的行動 就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前面其實經歷了非常多的抗爭 剛剛放出來只是其中幾場 可是我們總共跑的地方 有兩三百場 那這兩三百場 社會大眾可能只看到這一場 覺得我們幹嘛要這樣 我們好像很激進 但我們其實前面有兩三百場 等不到回應的抗議 所以才促使我們最後這個行動 好下一張 那其實我們握鬼過後 因為新聞鬧得很大 前面的新聞大家可能沒什麼看到 都握鬼這個新聞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那握鬼之後 老委會總算 因為在社會理論下面 他總會有一個回應 他說他丟出了一個五七九方案 那什麼是五七九方案 就是把我們的官藏工人分成三種人 第一種人是你可以領到五成的補助 所有的五成補助 就是例如說 譬如說你剛出拿了一百萬 那現在你只要還五十萬 老委會這裡幫你出另外五十萬 然後第二種人你可以得到七種 七成的補助 就是你當出拿一百萬 那現在老委會幫你出七十萬 你只要還三十萬 所以他把工人分成三種 然後你看 譬如說他會年齡區分 比如說45歲而已以下的經濟困難症 然後你有輕度殘障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五成補助 就是他完全是一種用施捨的態度 就是誒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現在補錢給你們 你們現在本來要一百萬 然後我現在只要 你們現在只要五十萬就好 就完全用這種態度來告訴這些用人 那我們當然很熟 因為這些是我們推得出之前 對你現在用這種高傲的態度來跟我們講說 你要補助我們 這是什麼意思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那所以我們 因為 畏鬼之後 其實社會輿論都起來了 因為很多社會大眾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我們辦了一個工作坊 那這個工作坊的目的 是為了讓更多的社會大眾 可以參與或是知道這件事情 就並不是只是在新聞上看到的 就我們辦了這個工作坊 我們希望大家來報告之後 我們分組 然後讓這些社會大眾跟學生 進到工人家裡面 跟工人訪談 然後還有拍一系列的抗争照片 下一張 這個是謊焉 就是 這一張的話 就是我們這一系列的照片 就是我們在家 我們是一個全家福的概念 然後我們穿著我們被怨恨干的背心 這其實就是形成一個很衝突的場面 就是全家福應該是要和論融 但是我們的身上 因為這一筆貸款 所以我們身上都有悲怨恨干 然後 下一張 這個是呂玉蓮 就是剛剛看到黃燕 他其實跟他兒子住 然後其實他兒子現在有養他 所以他其實還是算過得比較 稍微過得比較好一點 這張 這張是呂玉蓮 他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房子 其實非常的破舊 而且其實我們每天進去這個房間裡面的時候 他的燈泡是壞的 所以整個房間是一片漆黑 然後我們就問說 欸你的燈泡是怎麼沒有壞 要不要順便幫你換之類的 然後他說不用 因為 因為他老公 大家可以看到我都是他老公 他老公其實現在是完全失禮的狀態 就是他看不見任何的東西 然後他平常只能像這樣子躺在床上 然後他現在也是就也沒有辦法下床 所以他的房間裡面就是一片漆黑 然後放著紅布 然後那一天因為他沒有辦法起來拍照 所以說 呂玉蓮就只能撐著他老公的身體 然後我們用想就是開了想空跟他在 幫他拍了張照片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所謂那種 看起來像垃圾袋的塑膠袋 那這其實裡面放的都是他老公 就是他老公自己在失禮之前自己收拾的一些東西說 反正他的意思 他說他走的時候他只要帶這一包 就是他所有最珍貴的東西 他每天就是放在他身手可接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們進到剛剛的工人家裡面 我們去看到這個真實的這個人 就有些人可能現在過的 過的還可以去 就過的可能蠻好 那也有像這樣子所謂家境比較不好 可是政府又要用這種 現在用這種手段試圖分化不同的工人 然後下一張 這張也是東陵的 他是陳麗絲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東陵十六年前抗爭的照片 這個是陳麗絲 這是他女兒 他女兒當初是一個小baby 他是在抗爭過程中出生的抗爭寶 然後他這個小baby現在變成這個人 就是過了十六年後他已經長這麼大 可是他現在還是講完他媽媽出來抗爭 他就陪著他媽媽出來抗爭 連窩鬼那天他也都跟我一起下屁股 下一張 好 那我們這工作坊其實要呈現的說 官場工人並不是只有老病殘寵 有些人他可能有錢 他可能有房子 他的確有房子 那其實老闆會說 欸你有房子啊 所以你有錢 你如果沒有錢還的話 那你就拿房子去抵押 可是很多人他沒有錢 他只有這個房子 然後如果你把這個房子在那邊抵押的話 那這些工人要注意 所以我們這個工作坊是想要呈現 就是各個不同工人的狀況 就是他們其實 並不是所有都是很慘 有些人過得還不錯 但是他們是覺得說這個是我們自己的錢 那他們其實只是求的是一個安慕的生活 好下一張 因為時間有點迷累 我會講稍微快一點 就是我們呃有拍大會 就是剛先前呢 我會呃就是丟出給我們五七九十十的房子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大會表決說 大家不要支持這個五七九 好下一張 然後當然是大家否決這五七九的房子 因為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十十的房子 然後 反正說那一天開了大會之後 我們所有人跑到巴德交流到那邊去舉牌 那我們舉 這後面其實是我們工人舉牌 就我們舉了一個標語叫做 ETC一毛不拔 老工人超加滅祖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這個標語 ETC大家都像ETC都裝在車子上 就是你經過那個收費站的時候 他會自動扣牌 那這個ETC其實是由一個財團他所承包的 那這個財團承包他那時候跟政府承包這個公正 然後政府規定他說你要在幾年之內 讓所有全台灣使用ETC的人達到百分之幾 如果沒有達到百分之幾的話 你就必須被罰款 必須被罰款2.2億 那這個財團之後 他的確沒有拿到政府的標準 所以政府是不是應該跟他罰錢 他是應該要跟這個財團收取2.2億的罰款 但是那個時候政府開了一個會 就是說 反正他們就開了一個會說 好這個財團不用罰這筆款項 我就把這2.2億的卸掉 那我們就是我們這些存關聯 我們現在政府跟我們要的錢也是2.2億 那我們就要來問啊 為什麼這個財團 他明明你應該跟他罰款2.2億 你不去跟他要 你開了一個會就說好 你不用罰款 那我們在這個包人抗爭那麼久 為什麼這2.2億你要一直來跟我們要 好 下一張 然後428也就是大家看到我們 就是開始在老闆樓下去的時候 因為就是財團也沒用 所以我們仿教16年前 風鈴絕食 我們也開始絕食 下一張 那我們絕食的時候 就不只是絕食 其實有非常多 像今天來了幾個朋友 也有看到就是 我們那時候在 就是有很多聲免折禮 那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請大家一起幫我們折元寶 那我們就是說 老闆會死藥錢 所以我們折了一大堆元寶送給他 OK 然後下一張 然後包括就是期間 因為是428到了5月6號 所以期間有橫跨的五一遊行 那我們也有鼠動去遊行 然後在這個特別要講的是 我們在老闆會樓下絕食期間 老闆會用盡了很多非常惡質的手段 第一點是我們在樓下絕食 他不來跟我們談 他跑去大家的家裡 去騷擾我們的家人 例如說有一個陳滿平 他在樓下絕食 結果老闆會不下來跟他談 他跑去陳滿平爸爸 八十幾歲 一個人住在屏東 他直訓局的人跑到屏東去 跟他爸爸講說 你女兒在台北欠錢 叫你女兒不要放錢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剛剛看到陳麗絲 他爸爸住在瑞芳 瑞芳一個很偏遠的鄉校 然後我也派人去那個瑞芳 送他 還送他一條毛巾 送毛巾是什麼意思 送毛巾是你家有死人 他送毛巾 然後會送他毛巾 什麼意思 問他毛巾啊 你送毛巾幹嘛 跟他爸爸講 你女兒在外面前前 叫你女兒趕快 然後我可以用我這個手段 然後第二個是不借廁所 因為我剛剛前面講過廁所 對老闆家來說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前面絕食 那我們可能有生命上的需要 我們可能會去 到老闆會去借廁所 而且老闆會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聽說我們不讓我們上廁所 但是他不借就不借 他每天都派人海警察 站在老闆會前面 不借我們廁所 所以我們必須在500公尺外 就是老闆會後面我們公園的 地下庭車廠去上廁所 那我們其中一個絕食者 因畢胸 他某一天就是在去上廁所的途中 因為他絕食 然後幾天沒有吃東西 他就在去上廁所的途中 雲倒然後耍音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 私下向記者發新聞稿 就我們一開完記者會 然後老闆會的其中人 就會出來偷偷摸摸 然後發老闆會版 新聞稿給記者 下一張 然後 5月5號的時候我們開始恨行 就是我們這個恨行的行動 我們從台北的老闆會 走到途中的地方 百元四十公里 我們徒步走過去 那因為這些雲倒沒有辦法走 所以我們去借了一兩百台的文藝 那我們號召的是 就是年輕的學生 就是來幫我們推移 然後請這些老公人坐在雲上 然後有學生推著他們 走四十公里 兩天一夜 從5月5號走到5月6號 我們走到投的地方法院去抗議 然後還有很多移工朋友 對 還有那個TIWA 就是TIWA 因為台灣國際老公社會 是在做移工議題 所以我們的庭務中心 有很多 就是被安置的移工 然後這些我們跟移工朋友 講這些 所謂外勞朋友 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非常深情 然後他們都說好了 那我們也要來幫忙推移 所以其實當天 其實有二十幾個移工 過來這邊幫我們推移 對 好 下一張 然後在5月6號最後一天 潘世偉終於到立法院 我們去質詢潘世偉 然後同一個時間 絕食的人去立法院 質詢潘世偉 然後另外一些人 請到桃園的地方法院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 我們絕食的人在這裡 絕食了193個小時 還在持續絕食 就是這樣 對 我們還在持續絕食 我們完全沒有吃東西 沒吃東西 九天沒吃東西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盤 這三排的 老闆會不會你們要幹嘛 他們在我們旁邊吃便 他們完全不理會工人 已經九天沒有吃東西 然後他竟然在我們旁邊吃便 然後那一天 他秀偉之後 他秀偉同意與協商 當然沒講協商 總之他同意協商 所以我們結束絕食 那絕食之後 就是大家全部送醫 好 看一下 然後這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 欸 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絕食前 就是絕食後 滿瓶瘦的苦工情絕 九天 所以想要前輩 可以來絕食後 然後在後面子文大哥 看一下 那最後就是我們要講我們的訴求 就是我們要求老闆會 現在提出特別草案 特別法的草案 然後立即免除我們這筆 所謂叫做債務的東西 然後第二就是我們要求他撤高 不要再跟工人淘汰 因為這是我們 退休息之前 對 然後第二條是 我們要求老闆會 修改 勞基法 第二 28條 擴大天堂範圍 因為現在 勞基法 第28條就是說 你現在在場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失業的話 你們可以跟 你們可以領 六個月的失業舊基金 就是你可以領六個月 然後就沒了 你之後你要 你失業個幾年 沒有辦法領到錢 那我們現在要求說 他要擴大 這個 舊基金的範圍 然後再來是 必須把這個錢 擴大到 退休金資金費 就是未來 如果有任何工廠關場 有任何公司關掉的話 然後你會必須負擔起 退休金跟資金費的這個責任 當然不是說 他擺來給我們錢 就是他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他必須去跟財團要錢 待會出場 對 有點類似待會出場 改定 所以第28條 我們是擴大天堂範圍 就是這是 不只是解決我們問題 也是希望解決 全台灣老公沒有問題 對 然後最後一張 就是 後面這一個是 16年前聯福 在過鬼前寫的一個文宣 然後你也有一句話是說 如果這次的抗議行動 能夠讓惡性官場在台灣絕跡 能夠讓老公全英國的保障 我們的付出絕對值得 這是我們16年前寫的話 那這16年後 就是觀察官人年間同樣又說這句話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抗爭 是可以為全台灣的 所有老公朋友的 勞動權益獲得保障 好 那我先講到這裡 那我介紹一位 謝謝 謝謝 介紹一位 分享一下她在抗爭當中 她的一些 一些性的或是想法 謝謝 各位在場嘉賓 大家晚安 我是東林 我是勞工 我是東林製救會會長 其實我的頭髮球開始白的 想說禮貌上 所以我懶得頭髮 那其實我年紀也不小了 那大家猜猜看 那這一路走來我們是85年2月29號觀察 到12月22號成立自救會 我們成立自救會的前兩天 剛好連服在桃園過軌 那桃園是制衣場 我們是電子場 東林電子在台北縣新莊7號 新宿路503號 那我們的老闆有五間的工廠 那當年我們的工廠裡面 員工有2600多人 那我們所以應該在新莊地區來講 也是在新宿路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工廠 當年我們拿過35個國家的品質優良獎 我們每一年都拿到經濟部的獎 那個時候是江鼎坤經濟部長 所以我們都非常有自信 我國中畢業就到這家工廠 然後我一直想說 我一定要做到退休 我一定不離開 我以我62年就進入這個工廠 所以我在想 大家不要受我的年齡 我自己中間有離開過工廠 小燕士 那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很有自信 我想說我們東林電子2600多人 而且有工會 那又有東林機車 如果年長一點的有那個什麼 富士霸王機車 那以前當年就是我們東林老闆的 所謂的富士霸王 然後那個東美電子還有乖乖 大家有吃過的乖乖 富鄉乖乖乖 也是我們東林老闆 還有做那個中國新藥 做那個強衛傘 做得非常棒 我們想說老闆有工間工廠 他應該應該覺得說 我們絕對不會是被關上 結果沒想到他從民國79年開始 就一間一間的關 那我們最後一個 我們想說我沒有工會 絕對不會關上 真的是讓我們想不到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觀察的是 我們心 我覺得在12月29號 那個當天下午就宣布說 明天開始不用上班了 在我的心裡我覺得 真的頭腦可以空白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幾乎每個禮拜 每隔一天就在那邊放電話 那一個月都做幾千萬的業績 哪有可能 結果我們是在一兩年之內 就是轉型做電腦 然後就老闆其實他是有技能性的 掏空資產 他到日本 日本也有公司 大陸也有公司 掏空資產 所以我們大家就不名其妙 我們西海一直在東林 真的很不想離開 真的已經觀察 所以大家就散了 後來才成立之就位 那當年我也是去邀 邀很多的就是東林的公司 那個時候大家很單純 那那個印章 那個身分證都害怕 以後我要騙他 我說我不會騙你們 我就邀了一百個 然後就送到勞工局去 也就是勞資協調 勞資調解三次 三次都不成立 老闆也沒到 都沒有任何人到 後來勞工局最怕這個 勞資爭議趕快移送法辦 三次了解不成立 就移送法辦了 那時候我們要一百個人 才可以告到法院去買 這個是規定 然後我們最後到法院 就開庭 開庭了N次 我們也曾經把老闆帶回公司 請你看看你的場地 其實那時候我們做電腦外銷 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們官場的時候 還有很多成品 可是後來就不見了 那可能是被一些高級幹部 我們也不懂哪裡 就他們就把那些 比較好的東西 比較值錢的東西 帶去賣掉 去分贓了吧 所以我們出來看著的 都是一些小員工 包括我本身 我在現場是當領班 後來當到部長 也是一步一腳印的做 我們這些工人很單純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就剛好到全產總 那個台北線產總工會 就去找智能大哥 就是跟他講的這些狀況之後 才有我們自救會的成立 才開始抗爭 那大家會想說 當年我在想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沒有什麼嘛 就是上班下班 聽到那個什麼 然後那個新店的那個工廠 在抗爭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不會輪到委員吧 真的 過了沒有幾年就輪到委員 所以大家會 其實後來我才覺得說 這幾年我才覺得說 工人真的要隨時有危機意識 為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的公司要倒閉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要被資錢 真的是這樣 我真的後來的 這幾年來 我發覺勞工比較會警惕自己 譬如說有任何的抗爭場合 我發覺很多勞工都會來參與 來了解 這樣是很好的 我想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領過失業給付 那個失業給付 那個失業給付就是我們當年到 然後我被結實抗議之後 然後有這個所謂的就業 失業勞工 關廠歇業 失業勞工的就業態度之後 在88年的期 1月1號開始實施 有所謂的失業給付 那個60%的勞保費 看你保多少 保4萬 就是2萬4一個月 就可以領6個月 延長到9個月 所以有的人可能 領兩次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 這從去年的幼業到現在 我們走上街頭的時候 很多老公都給我們加油站 因為他們有領到失業給付 他說這一場 由於你們前面種樹 我們才有享受到這個成果 那當年我們不符合這個條件 因為我們是在88年 1月1號疫情官場 所以我一毛都也不到 你想想看 這群老公很可憐 種樹沒關係 我們替全台灣的老公打拼 沒關係 可是我們一毛都也不到 再加上 老委會給我們提出這個方案 說解決全國觀察的問題 提出了7億 既然是解決了 為什麼還回到原點 16年後再來告我們 又要我們走上街頭 那等於不是沒解決嗎 在山口上撒鹽巴 16年前我們被老闆騙了 也被老委會騙了 弄了一個陷阱說 我來解決你們的問題 你們不要再來趕著了 可是16年後 7月以後 在我們山口上撒鹽巴 還要我們還 我不懂這什麼還不還 這個錢本來就該我們了 之前輩也好 退休金也好 本來就該我們了 還怎麼把我們都是 5369 579 789 請問在台灣的不管是他是 只要他是軍公教或者勞工 只要他是台灣的一份子 你退休金有打折嗎 可以打折嗎 如果可以打折以後叫他們 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麼身分 只要是台灣的一份子 我們這樣不要說去排除什麼軍公教怎樣 我們都是一樣台灣人 而且都是一份子 我們都有為台灣的經濟打拼過嘛 公共能源做好他的行政工作 我們勞工做好我們勞工的工作 我們也是辛苦才有一點薪水嘛 我們不可能那個薪水是 我真的要講這本故事 我已經寫了七本筆記本 我要一一講 我真的是可能一天講不完 每次我們朋友過聊天的時候 我真的是只能片片段段告訴各位 這一路走來 我們再去過 所有的就是台北縣的調查局 然後委會行政院立法院 監察院 你們想到的我們都去過了 可以這麼講 你們想得到的我們都去曾經過 可是呢 並沒有人真正站出來為我們發聲 當然 可能會有一些小部分的說 我告訴你你怎麼做 可是你看 大家眼睜睜看到 今天老委會16年前提出的方案 當年也是老委會 官員行政人員 舒思嘛 對不對 失職嘛 他們沒有突退休準備接 以至於我們要走上街頭 要去爭取我們的權益 我們不是頭腦壞掉耶 還要走上街頭 流血流汗耶 知道嗎 有時候走到那個腳底都起泡了 多辛苦啊 華盧工是不是從苗栗走的 100公里到台北來嗎 每一個女生 我看到我都掉眼淚 腳抬起來都是水泡 100公里 勞工真的這麼弱勢這麼低啊 悲哀嗎 要為自己的權益爭取 走了100公里 難道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官員 沒有看到嗎 沒有感受嗎 難道他們家人全部都是 領很好的薪水 過很好的日子嗎 都沒有勞工朋友嗎 我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不管你是勞工 我相信勞工的家裡也有 不是勞工的家裡也有 是特殊身分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要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們就是要勇敢站出來 今天我們去爭取的 我們也是為全台灣的勞工 就像勞計劃28條 如果他包括在之前的退休期 那未來你看 我們有救治的勞工朋友 有165萬人 那將來這些人如果退休也好 或者未到退休就觀察 那他們是不是又走我們後面的路 為了退休街 為了之前會 又要走上街頭 所以在台灣來講 觀察世界是層出不久 好一點的你們可能有爭取到 老闆給施捨一點 給打幾折等等 像華農也是很糟糕 打三折 薪水打七折 再打四折 打到都幾折了 實際上他們 打不到應該有的 對 實際上他們薪水 在三萬塊打七折的時候 只有領到兩萬一 各位 薪水打折 我們吃飯可不可以打折 小朋友 那個註冊費可不可以打折 坐公車可不可以打折 水電網絲可不可以打折 各位想想看 繳稅可不可以打折 所以各位想想看 真的是勞工朋友 全台灣有980萬個勞工 難道這些人沒有辛苦嗎 沒有付出勞力代價嗎 還有一點台灣的經濟奇蹟 不是這些老公能創造出來的嗎 十大建設不是這些老公能做出來的嗎 難道他是就是過了一夜就跑出來那個 這麼大的建設嗎 不是嘛 相信這些老公能也好 目前的公能也好 都有付出他相當的代價 你看老公人 有的做到都殘障 因公受傷 有的做到跟癌症 有的做到什麼 公傷等等 工作傷害 這些東西找誰要啊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勞工朋友真的是在社會上來講 沒有受到很多的重視 那我就常常在呼籲說 不管你是勞工 你的家庭 你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等 我覺得說一視同然 沒有說勞工的之前被退休金打折 某些人就一樣給啦 那如果像目前來講 政府舉債的狀況下 錢都被人家領光了 我告訴各位啦 不管他是 只要他是台灣的一份子 將來都零 零圈圈啊 零壓彈啊 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的政策是非常不對的 我基本上 我不會去批評說 哪一黨怎樣做的好 哪一黨做的不好 不是 我們的整個 整個政府的措施等等 應該真的是很多的地方 政策必須修改 我想年輕人一定會想 你未來 搞不好你十年後 二十年後 就輪到你退休 你有沒有想過 十年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你們退休的時候 退休金在哪裡 這個我覺得蠻呆固的 因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 也是將來也會面臨的問題 我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想說政府有一堆錢都被擬光了 但這個大洞又是負債 小朋友生出來就舉債 那麼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我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你說叫我講到抗爭 我可以告訴各位 抗爭是有血有淚 酸甜苦辣 我在老委會樓下 結石的時候 還有在夜宿的時候 那個晚上不用睡覺 文字冰的滿身都是 然後不用怕熱 那也有點 反正就是那個日子 你可想而知 夏天很熱 我記得第一次在勞委會的時候 民生東路三段 132號 後來才搬到燕平北路 那個是民國86年的5月份 我們在結石堂裡 5月15號 15號的時候 我們在結石堂裡三天 就是所謂剛剛講的 這筆事業勞工歇業 事業勞工就業代表這個部分 其實習建規就是想說 趕快解決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們看 他結石了第二天 28小時 他就下來 煮了一鍋三把魚煤 其實習建規很有誠意 不過他的誠意現在 變成思意跟回憶 上回去專訪他的時候 他進來說 他已經忘記了 當年給我們的承諾 那老人家嘛 失職家 失職家 也變成失憶家回憶 那實際上 那個時候 我們去結石堂裡 也是希望說 全國觀察人間 從南到北 有十幾家公司 同時在短時間 一年之內 就關了十幾家大公司 小公司不要講 小公司大概兩三個人都不要講 都是大公司 那想想看 如果這麼無能 都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辦法 來解決這些老公問題 那未來有什麼可言 我們有期待這個政府做 為我們做什麼 那抗爭一路走 我覺得說 工業團體也好 全國官 全官員 然後我們這邊全國官場工人 還有提供這些 還有一些產業總工會 全國產業總工會 全國總工會 這些很多的 一些大哥大姐 我們應該講說他們都很辛苦 帶領我們 真的是帶到這種 這官場工人 很可憐的 當年我那個時候還比較年輕 走路還比較有精神 現在就跟以前不一樣 體力不行了 走一段路腳就痠痛 然後那個時候還跑啊衝啊 現在跟以前就不太一樣 我們有一些還八十幾歲了 拿個椅子邊走還要走 我們每幾分鐘還要坐一下 拿椅子 拿傘 拿拐杖都有 你想想看 這個是不是全世界的笑話 勞工為了自己的權益 還要被打折 還要為了自己的權益 為了生 之前被退休 還要走這樣街頭抗議 這不是全世界的笑話嗎 還有一點 勞委會是勞工的最高行政單位 為什麼勞委會來告我們這些勞工 簡直天理合在哪 勞惠國防在哪 一間勞在抗爭的時候 血在血還 抗爭到底 你看看 這麼 你專門欺負這個弱勢的 那大財團捐款幾百億 大家很清楚嘛 陳年豪捐款幾百億 王宥貞捐款幾百億 都逃到國外去 這大陸還繳稅前十年 各位想想看 這幾百億的人 你不給他追回來 你讓政府的錢被掏空 銀行的錢被掏空 全民買單 那勞工幾百位幾千位 就屈居的二點多億 你跟他要 抄家滅族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電視 臉服有一位叫李志峰 他老婆在工廠 你知道他們家幾個人被告嗎 31位被告全家 他的媽媽八十幾歲不識字 印章拿了蓋下去當保證了 他們全家媽媽不在了 全家就繼承嘛 光光五歲的孫子 七歲的孫子 當年都還沒出生 也被告 請問這兩個小朋友 如果帶到法院 還有法官問他他會說什麼 他可能要說 我要養那麼多乖乖 對不對 他懂什麼 當年他都還沒出生 你也被告 那是不是 剛好簡直就對我 抄家滅族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沒有同理心 今天如果政府單位有同理心 那還原真相 回到16年前 是不是你政府行政人員的疏失 因為工廠沒有提退休準備金 沒有提資遣費退休金 所以導致讓這些勞工走上街頭抗議 如果當年你這些行政人員 都有盡責監督工廠提退休準備金 今天是不是全台灣的勞工都不用為了這個官場走上街頭 各位說對不對 我口才不是很好 那這幾年想說答應了一定要來 這幾年身體不是很好 那沒關係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訴各位 那我要講抗真正路 我不曉得這樣子好了 我讓各位發問問題 因為我講真的太慘了 我要從以前講到現在這麼慘 我只能讓各位用發問的方式可以嗎 大家有問題盡量問 謝謝 我是許媛姐 那就是我們現在就進入發問時間 不知道大家對於搞不好 就是書請跟許媛姐講的 或者是說對於我國的勞動保障權益 工業考討有沒有什麼疑問 大家可以就是提出來 然後給大家討論 那我們大概蒐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一起回答好不好 可以 謝謝 不好意思 我 我有一個我想問一下 那個 第一位五號跳到那個 跳到鐵軌的時候 那有沒有電 有沒有通電 會不會被電到 第一個 第二個 那第二個就是 為什麼十六年以後 才跟你不要 那如果 我聽在電視上 聽他們在講說 嗯 如果 不要有人還的話 很不公平 因為喔 有些人還了 他對還的人很不公平 可不可以 我這個 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謝謝 好 各位好 我可能要講稍微長一點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剛好 我退休之後 剛好碰到 寫一寫沒事 我就去陪班長工人 陪了三個五上 就上了三堂課 知道很多 勞工 台灣勞工的處境 好 那 十幾年前 以前喔 菲律賓有一個警察 棄職逃亡 棄職逃亡 拋棄職務去逃亡 這是不是很嚴重 阿賓哥跟警察 這都是國家公權力 阿賓 菲律賓的警察 棄職逃亡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各位想像不到 那是十幾年前的報紙 他棄職逃亡目的下 台灣打工 台灣打工兩萬塊 就是他 威律賓的現場合十倍 表示說他那邊 為什麼要貪污 因為薪水很低 警察棄職逃亡 要來台灣打工 表示台灣在他的心目中 是人間天堂 那台灣是人間天堂 今天為什麼要負責 一個悲慘世界 剛好 三天前我解這封報紙 這封報紙可以證明 台灣現在進入了悲慘世界 這個姊姊 姊姊拿著地理的遺項 然後 開太拿著丈夫的遺項 好 你拿著賣 賣 好 這三四天前的事 那 也是在老委會的門口 原來是 工廠賣給叫做延州 叫做亞洲化成法 他是亞化賣給延州 然後 這個姊姊拿著第一頂的遺項 他弟弟收到工廠律師寄來的法律行 說你要道歉 你不道歉的話 我們告你毀辦公司 因為他發一個傳單叫做工廠師老闆 因為老闆吃空人 這一句話 因為他傳單有發出去給 因為他是工會的監視 他說到這個就可能緊張 說他的勞動太善良了 他竟然在家裡上吊自殺 所以他姊姊拿著他一下 四天前到老闆頭公道 再來就是工會理事長 工會理事長為什麼也往生了 一個案子才開始 不到兩三個月 居然是兩條命 這是工會的理事長 原來是他心機梗散 他心機梗散 他知道可能這次可能要走了 他就寫一個遺書 遺書說李某某高某某 我絕對不放過你們 表示說他是因為官場 老闆把工廠賣掉 導致於說他們的很多福利 連結獎金都要取消 所以他覺得他有義務 他理事長有義務出來 被各位爭取權力 會不會竟然是工會幹部 然後就因為這樣心機梗散 就走了走了沒幾天 他太太拿了他一向出來 四天前在老闆會門口抗議 那表示說台灣的工人 既然這麼善良 連工會幹部都自己 收到一個律師來 就上吊自殺 再來 我在那邊三天聽到很多訊息 看到很多實相 第一 提供廁所給這些官場勞工的 是段儀康委員提供兩間臨時廁所 第二 逼老委會主委出來 面對官場勞工的 是離屬婚委員 要不然九天他們 老委會 不見他們 大門關起來 不算 會給他上廁所 然後 潘孟安委員 發動表決 這兩千萬不能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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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聘警八十位律師 來告這些官場工人 國家編了兩千多萬的預算 請了八十幾位律師下來 告這些包括五歲的小孩子 潘孟安 因為他們去到立法院 因為我在他身邊 他說 各位 林大哥的 你們放心 我剛才已經發動表決 這兩千萬不能動資 所以說這三個 我跟人家可以啊 因為這些民意代表 確實有在做事 我們不講政黨 再來 國法人壽 國法人壽 好像有 我預想說 好像是被掏光之後 他請國法部長 陳履安來當董事長 所以說 被掏光了幾百億 國家用金融案定期 就把它解決掉 應該是幾百億 就國家用公款 金融案定期 就把它解決掉 因為他有門審 陳履安 國法部長 大哥 你還不是要分享心得 還是有問題 可能要稍微記載一點時間 大概 大家經常關心報紙 其實如果看報紙比較敏銳 現在商業總會 要進選理事長 有兩位出來進選 他是要跟老公 跟老公是對立面的 一個是東森的王立林 要來選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 東森的過去大家應該知道了 第二位是鄉林建設 他是專門引進外勞賺錢的 他來做商業理事長 他是靠外勞起家的 然後他當事長 是不是外勞會更加越來越多 各位的兒子女兒可能會 這樣會給我工作 謝謝 感謝各位大科阿欣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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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是不是還有朋友要提議問題 還是 還是我們現在請兩位回應 有沒有人要提問 我先回答她的問題 你剛剛說二月五號 在過軌的時候有沒有電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也沒有去考慮她有沒有電 因為淹福有一個太太 她的兒子媳婦 比如說兒子死掉了 媳婦也離開了 留下一個孫子給她 那她本身是 那個淹福的員工 那她現在就是 撿那個Port的那個 就是撿那些塑膠品 在賣維生養那個孫子 那那個時候 接到了我會的訊息 就說369 那如果死掉的可以不用還 那時候我聽到一句話 很難過 這樣子從旁邊傳過來說 她說死掉的不用還 那我去死好了 她就第一個跳下去 然後我們聽了心裡有難過 那當時 因為我們在等 勞委會的觀念過來 要跟我們協商 其實遲遲不來 那大家就一鼓激動 真的是忍無可忍的啦 也在勞委會 夜宿了那麼多次 7月4號5號 8月7、8、9、10 那個我們也在勞委 夜宿了4天 真的勞委的觀念 真的就這麼絕情嗎 就不跟我們見面 連協商的遺地都沒有嗎 就是根本就不理我們啦 連上班可能都走走後門 還是走側門 還是走哪裡啊 我們都搞不清楚 然後有那個車子開進地下道 我看不清楚誰是誰啊 那我們在門口你看 在那邊已經在那邊 沉結在那邊夜宿那麼多天 竟然勞委會的主委也好 處長也好 至少下來關心一下嘛 勞工朋友在這邊 真的勞工跟 勞工是勞委會的 勞委會是勞工的最高行政單位 為什麼勞委會一直都不在乎我們這些勞工 好像這些勞工就是離他們很遠 他們高高在上我們在底下室 他好像假裝沒看到啦 他們上班有了走過氣 假裝沒看到啦 就實在有時候想一想 真的是勞工真的是有這麼悲慘 這麼悲哀 被這些官員看不起嘛 這一點真的是 我覺得說很不公平的 那剛剛你講的說 有些人有還 有些人沒有還 當然你成立自就會 有些人可能會來參與自就會 有些人因為家庭的關係 或者工作的關係 他已經有在找工作了 那當年辦戴法都一起都有辦嘛 那或許他們就說 接到法院的通知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想說 接到支付命令 可能他們就趕快去管 有些人會害怕嘛 從來沒有接過那個 法院寄來的都會害怕 那也不懂得去尋求 去請教人家這個事情 我接到怎麼辦 可能有些人就 從來沒有上過 法院接到都被被抓 有的像我的同事 有的接到 整個月睡不著了 靠安靡醫療 都悲慘的事啊 有的一緊張生病了 並不會好 我們在這抗症當中 從去年六月到現在 我們已經死掉三個同事了 對啊 那不是就生病 然後真的是有的高血壓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 就接到法院的通知之後 就很害怕很緊張說 我怎麼辦 我說你不用害怕 可是講這樣也沒有用啦 因為大家都沒有接過這種 最怕被告 最怕上法院 所以你剛剛講說 有些人懂法 有些人懂法 他就是不懂得 去爭取自己的權利 那這個錢本來就是 我們該拿的嘛 那他只是他也不懂啦 他就是不懂法院 他不懂 搞不好他也沒有去請教律師等等嘛 所以他自己不懂得 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啦 所以我覺得說 他們還了 應該也是 然後我們要還他們才對啦 是不是這樣 本來就是嘛 這是我們的知遣規 我們的權益嘛 那我們懂得 我們也是不懂的 而且我們去請教人家 我們爭取自己的權益 這沒有什麼錯啊 應該的嘛對不對 也不是我們的錯啊 我們爭取完了對修監知遣規 這是我們的權利 人家說權利要自己 懂法律 我告訴你啦 不懂法律的被關啦 懂法律的殺死人 還是沒被關啦 是不是這樣 大家很清楚 去年 去 我剛剛上有跟各位稍微解釋吧 我告訴各位就是 十六年了嘛 那去年的六月份開始 我們就陸陸續續接到 法院寄來的支付命令 那我想說 欸 當年我們在開晚會的時候 勞資關係處處長來跟我們講 我們說 去認證 都會想到 我可以說 便可以說 你問我